今天我帶大家來到藝舍外面這裡 這裡有一個很漂亮的平台花園 前面有一座很漂亮的山 山上掌滿了很濃密的樹蟲 今天我想示範一下怎麼畫這座圓山 畫這座圓山第一步我們先勾勒了它的輪廓 將它的線條畫了出來 我們首先拿一支綠色的粉彩筆 畫了前山輪廓和後山兩條線 這樣就可以了 第二步我們先打底色 今天的光線我們發覺是由左邊來的 我們畫的時候左邊要光一些 畫到右邊就要暗一些 我們拿一支黃色的粉彩筆 從左邊開始畫起 因為光線是左邊 然後拿一支綠色的 一直畫到右邊 後面的山看起來是灰藍的色調 我們加一個藍色深藍色 在再左邊的高光位可以用一支迷色 打到之後我們會用手指 從淺色開始一直掃過去 深色一點點 綠色的部分 把黃色和綠色混合 背面的山就加一些白色 然後手指又搓勻 這樣就可以了 第三步我們要畫這個農物的樹松 要畫到一重一重農物的效果 我們都要把山的色調加深 大家主要在底色上面加深藍色 另外一會兒會再加紫色 啡色 都是一些比較深的色調 而背景的山主要是紫紫藍藍的灰藍色 我們加一些灰色、藍色、紫色 這樣就可以混合 那個背景的山就不用畫得太清楚 太仔細的 那是一個大概的概括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這次主要想突出前面的主體 是一重一重的樹 那背景的山比較概括 我們一定要把前和後兩座山分得開一點 所以要色調是要不同的 好,那我們繼續打這個深藍色的底色 然後就要用啡色在藍色上面再加深 那其實一個樹松呢 除了你說一個深綠色、深藍色之外 很多時候都有啡色、紫色、紅紅的色調的感覺 那我們一層一層的加了之後 用手指將它混合 再加一些紫色 那你也可以加橙色的 那特別在光的位置是橙橙的會更加漂亮的 那跟著呢我們拿回一支綠色了 就把之前這個深的色調呢 就蓋上一些綠色的 主要就是畫那個樹松受光的那個位置 一群一群這樣 打圈這樣表達就可以了 那大家主要畫的時候呢 要有一個透視效果 就是說呢,前面那些樹呢 可以畫大一點 後面或者山上那些呢 就畫小一點 那我們畫完淺之後呢 又要畫深的 因為畫的過程之中呢 是會有些地方會未足夠 或者是模糊化了 那我們會有淺色 然後又深色 深色然後又再淺色 這樣一層一層這樣搭上去 那製造一個豐富和多變的色彩效果 好了,現在我在這個深色的基礎上 第二次再加綠色 再畫這些樹的光位出來 那其實陰天的那個韻呢 就比較容易畫的 只要把手指上面的那些髒色 或者加少少灰色和白色 那用手指搓勻呢 就有一個陰天韻的效果了 那大家看到我現在第三次呢 就再加一些綠色 還有畫一個淺綠色 打圈 第三次加那個樹蟲的光位 那所以是一層一層這樣搭上去的 畫完這次呢 就好像差不多了 那最後呢 就把手指上的色呢 可以再加強過天空的暗位 那今天主要示範的是這座山 所以其他東西呢 都不會很詳細地畫出來的了 這個軟山呢 大致上這樣完成了